古时一位兰卡国王误会一位大长老与他的皇后通奸 而将长老投入沸腾的游顶触觉 长老在顶中做官宪政阿罗汉古后说辞百计 而后入面 据云长老遭此苦报 乃多生钱故意逐死一只苍蝇之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 愣家倒王 威夷等相 具足正直 等善得志 知常见雅 身如龙王 心理慧害 手持正法 常怀公正 唯愿武王 降伏烦恼 二 慈悲天中天 堪彼满月在 太阳逐天宫 指示涅槃境 应受世所尊 于至海至在 自心其手礼 三 其手礼彼最上法 世家谋你所开眼 恰如宝阶通天梯 能渡弄海之宝传 无险无难之大道 四 其手同行生 佛所无尽战 辟卧功德田 据殊胜得志 以静心扫失 能生究竟乐 五 基于三宝无边力 三界无量诸众生 以正涅槃至上乐 轩然窜息于三宝 世所依户无余等 六 勤饶义民众 昼夜恒无卷 愣家王广宣 善不善法教 民皆知无疑 世故当斗首 自立功德心 七 功德自有西兰王 如等当尽无犹豫 正命而活顺法教 当知从来是罕见 媚诞成心明昂扬 真诚友善能护语 世间善法得真上 八 谨遵佛法律 克服谢待习 法乃一切岛 世间一切宝 嫁不及佛法 常则田又田 捐出三界苦 九 全神贯注于无常苦无我 片刻也不懈怠 杜绝对此微脆之身的爱恋 以正法之眼 正命而活 十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三界中十无一人能免于死亡 所以不应为了拖延而说 今天我没闲功夫做功德 明天再弄之类的话 十一 就如同抛起来的石头一定会落地 对每一个人来说 有生必有死 十二 你从悬崖边坠下的人 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坠落 三界中无有众生能免于死亡 所以不要执着生命和财物 十三 如同自然界有乌云和雷电就会下雨 众生必堕于死亡的可怕深渊 宇宙中没有横长 十四 如同可怕的巨浪滚滚猛冲海岸 众生滚滚猛冲而淹没于死亡的汉海 十五 死亡永远吞噬众生 即使有象马和武士的保护也在劫难逃 十六 如同狂风吹灭烛火 死风吹灭众生的命灯 十七 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 无论曾经多么风光 终归一泡黄土 在这世间无人能免亦死 十八 无论妻儿亲友还是财富青春 无论绝代家人还是田园土地 终归无常 十九 如同飞蛾扑火 显赫贵族 天龙八部一切众生 命中之时被死亡之火吞噬 二十 如同狂风中的烛火 佛陀的大弟子们 纵然漏尽 以得清净 最终也被死亡的潮水吞没 二十一 眼如盛开的脸花 圆满剧足三十二大丈夫像 灭尽一切欲 绝者 法祖 三界导师 最终也被死亡冲走 二十二 如同野火贪婪的吞噬山林 死亡之相终结每个人 即使对幼弱病者也毫无怜悯 二十三 如同条条江河注入大海 而大海从不溢出 如同烈火不知疲倦的吞噬干柴 无情的死神从不满足 尽管他在宇宙中有无尽的工作要执行 二十四 世间的众生无有智慧功德 被无名引入歧途 陷入可怕的坟墓 渴望获得财物却如黄粱一梦 二十五 无情的死神能摧毁三界 睡觉能获得什么利益 这世上凡生者必死 执着生命和财物如同执着虚幻的前景 二十六 见到世间众生屈服于衰老 狂热 嫉妒 仇恨 疾病 恐惧和悲伤 而对红尘人无厌离者 必是无情之人 二十七 仁啊 为什么你看不见那挥舞着疾病之间的死神 持续地摧毁着三界 为什么还要从夜初分 睡到夜后分 毫不犹豫地过那倒向无生无死的修行生活吧 二十八 仁啊 为了逃脱死神之手 运用你全部的时间禅修 则到终结每一种伤害众生的贪欲 二十九 肉身被疾病摧残 精力被疾病摧残 靠食物支持的生命被时光带走 生命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三十 无常海中恶病浪 善恶夜风吹众生 且述修行正涅盘 管他事事了不了 三十一 妻儿亲友仆 财物治生命 万般带不走 唯有夜随身 三十三 航行在永洁之海的生命之船 被往昔树叶之风飘转 而随时会失事 曾需功德的守护 三十三 世间诸众生 微脆如陶冠 功德行正命 必能往天界 纵然于此事 善行亦不虚 三十四 众神依各自的功德多少 而享有相应的天寿 地上的人类亦复如是 既然天上人间的寿量都是有限的 有志者还应贪爱生命吗 三十五 无论是至上的佛陀和他的圣地子 还是月亮和满天的繁星 无论是樱陀罗和福 三十五 无论是至上的佛陀和他的圣地子 还是月亮和满天的繁星 无论是樱陀罗和福福在他足下的众神 还是万事万物 都不能逃脱无常 如是生命如浮泡 三十六 众神因贪咳而劫生 迷失在无名的迷宫 背离正道 只见青春美女甚可悦异 不见无常如闪电 三十七 此父成是前世子 此子成是前世父 此母成是前世妻 此妻成是前世母 此间犹如一巨场 华丽矛盾一幕幕 三十八 要知道有众生 曾于樱陀罗的天宫中享尽天福 现在却在悲惨的地狱中受尽折磨 三十九 或有众生得神通 享尽金蝶天传后 堕入无底欲生坑 口吞烈火与雷电 四十 或有众生得大财 却以豪车逞人间 后堕地狱无底坑 身遭利润苦中苦 四十一 地狱众生 曾几何时 天何之盼 与诸神聚 欢乐兮兮 四十二 最美庭园 草木繁盛 花好夜狱 须迷山路 宜居果林 温柔佳人 点缀其间 彼等一切 终归无常 四十三 此命如电光 此身如水月 此财如浮云 智者皆不拙 四十四 可不世间无遗物 能与众生真利落 无依众生能免饿 贪爱倒向 生老死 时应舍离 彼贪爱 四十五 如同无人会手持赤红热铁 智者不止取这长留不尽 常为悲苦之潮的肉身 四十六 人啊 这世间的生老病死是多么可怕和痛苦 只因无名才会渴望再生 四十七 此身无实质 如同芦苇 竹子和芭蕉树无实心 此身如同万恩负义贪得无厌的恶友 虽给予种种滋养 死后却无法带往阴间 四十八 见四大之身如同一团泡沫 微如火宅 智者向于淋浴 四十九 死神挥舞着衰老之剑 驱赶众生刹那刹那向于坟墓 已失去的时光不能再回来 所以应当持续地禅修 五十 死亡常常造访短命者 人世诸苦常常造访长寿者 世间的一切存在都渗透着苦 因过修行的生活以便早日超脱 五十一 对于陷于轮回之欲的众生来说 应当明智地积累善行 片刻也别空过 五十二 幸运如同草间上的露珠那样少 不幸如同大海里的水那样多 只顾着享受那片刻的欢愉 却被无尽的苦海吞没 事故三界为苦 五十三 世间的愚者杀生害命 以谋生活命 持续地浸透罪过与烦恼 他必将堕落 五十四 此肉身的真相是矛盾 无用 且不忠意的 不值得赞美 必遭疾病和死亡 行是一个盛满不净污污的罐子 散发着腐烂的气味 此身如舌如病 如毒瘾如利剑 五十五 智者确认六处五蕴 皆兮无我 色如巨墨 瘦如浮泡 响如阳艳 咸如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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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 相信此身中有一个灵魂是荒唐的 此身无常 犹如火焰 灵魂之剑就如使女儿追逐以兔角为轴的马车一样荒唐 五十七 说此身中有灵魂是荒谬的 身无灵魂就如芭蕉树无心目 坚信灵魂者就如某人 色图用水泡做成的杯子 咬出羊眼中的水来解渴 五十八 愚夫企图用无花果树之花香装饰海市蜃楼 同样 坚信此中有灵魂是毫无利益的 五十九 色受想行识 掩耳鼻舌生意 这些都不能构成灵魂 坚信灵魂存在者就如某人试图从芭蕉树干中获取心目 六十 此甲合之身是苦的 矛盾的 不可爱的 并非为享乐而存续 因为他毫无实质 所以要毫不犹豫地积累功德 六十一 离五蕴之外无身 离线之外无不 此身中无物可被称为灵魂 五蕴无常 刹那刹那向于坏灭 六十二 如同愚蠢的路 徒劳无意地追逐远处的杨艳 以为那是一帮清权 人们屈服于贪爱 只应将本爱无常之物忘记为常 六十三 直接观照此身 功夫做足火候道时 会了悟此身无我 自我只是随顺世俗之想 所构造出来的幻觉 六十四 众生总是乐于支持肉身 肉身是无用的 可厌的 充满史尿不尽 由剔 血 泪 脂肪 脂肪等等组成 好是一个成满种种不尽污污的罐子 六十五 即使用堆得像须米山那样高的香料来做浸身礼 即使用四大海那样多的水来沐浴 也无法令此人身免于不尽 六十六 此身是个死尿包 屈服于老病死 九孔长流不尽 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坟墓了 六十七 如果这肉身翻转过来 身内的种种不尽都显露在外 即使是自己的孩子 父母也会对其反感 何况其他 六十八 这屈服于老病死的错会之身 九孔长流不尽 充满八万四千虫 由痰 血 骨肉所成 渔夫被无名误导 为了支持此身而于世间造作恶行 真的是值得后悔 六十九 此身如庸 朱病之潮 子房血水 不尽充满 苟胡所食 无智之人 乐着此身 避于来世 陷于悲苦 七十 此身如漏罐般 长流死尿不尽 如水滴般渺小 如粪坑般可艳 七十一 不应以莲花出于淤泥而折之 世间的善法虽出于五蕴的合合 也不是不值得赞美 七十二 无论男生女生 都是由三四二身份组成 肮脏不可艺 毫无意义 所以在这世间 再也没有比饶意他人更有利益的事了 七十三 尽管这肉身由三四二身份组成 有判断力的人 硬支持他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努力积累功德 因为功德是世间宝 总能令所需求果如愿以偿 七十四 人与人交 当劫善缘 功德善果如影随形 七十五 如人于明镜前立 便能见自身形 一个人所及功德之善果 会在他的来世遂愿 七十六 愚者相信 穿过无名的迷宫 能够发现 在此服从生老之苦的甲合之身中 有某种恒常存在 这就像舔刀锋上的蜜一样 七十七 毫无理性 贪得无厌地执着身体 总是产生苦果 幻想着在轮回中投胎 能找到快乐 自者认为那就好比 想要通过品尝许多辣椒 而找出一个甜椒 七十八 前世杀生害命者 金氏极易在年轻时就夭折 即使拥有钱财美色也是白搭 七十九 前生盗窃他人财物者 金氏为乞丐或流浪汉 日日从仇敌门前讨饭 遭受嘲笑和凌辱 八十 女人若不能克制 自身的淫欲而通奸 他来世必不能得男生 男人通奸来世亦必不能得男生 最多只能得女生 其累世都极悲惨 八十一 妄语的渔夫永远是比赎低贱的 来世许多生都会愚笨 阴雅 口臭 和带有丑陋的胎记 即使因往昔善业而得男生 也会一生悲苦 八十二 吸毒酗酒者 疯狂而可悲 无耻无杰操 损财是亲友 身坏命中后 累世身为处 八十三 此事造罪者 后世必遭果 万劫多苦处 悲惨时无比 乃至再为人 一生被艰辛 八十四 世尊罪上法 世间无余等 妙法国广大 能灭一切罪 愿我长吉祥 能得世间乐 并出世涅槃 八十五 愿我的亲友仇敌 吉诸终人 乃至一切众生 吉祥幸福 远离悲苦 不乱 八十六 这甲合之身永远屈服于老病死 如同装满污污的破冠 在每一个阶段都已于堕落 和误以为世间是美好的 八十七 死神不管你是老头青年 还是婴儿都一视同仁 无论你是站着 走着还是坐着 你都趋近于死亡之虎口 死亡是注定的事 八十八 已在轮回中再再转生的人 应当精情残修 因为烦恼习气 随眠于此身中 自立于残修者应当一直保持绝照 与一切众生常怀慈敏 随念佛与法 八十九 于此世间 勤修善行 必得乐果 慈悲待人 令他喜乐 一切事才不及慈悲 九十 拍掌则有生 有果必有因 离五运之外 无别有生死 九十一 以无名为人有行 有善不善行 有爱非爱果 如是众生在轮回中 持续地遭受老病死 九十二 无名熄灭得贪爱熄灭 贪爱熄灭则再生熄灭 再生熄灭则老死幽悲熄灭 一如蜡烛的火焰般熄灭 九十三 见法者 则见佛 勤奋于领悟三界导师的圣言 这是永远值得修的善行 九十四 贪嗔痴如同扎在心中的刺 导向种种恶行 必须以般若拔出此刺 九十五 如同狂风不能撼动须弥山 五欲八风不能撼动清静解脱的心 九十六 不过轮回的恐怖 永恨精勤 越渡布罗密圣神海的佛陀 催破无名 得一切之志 人儿应效法佛陀 勤行立他 九十七 夜盘虽已尽在前 释迦牟尼在在生 大悲众生顾不振 唯饶一他我开示 九十八 以得人间最难得 以得一切之声句 并诸广大闻思智 能与有贪致命机 若具健全智慧者 终不能离法圣道 九十九 以直欲稀有佛事 及最上无比正法 彼能生安隐涅槃 以直欲贤善圣友 以直欲智慧妙才 若能阴切实修者 终不能离法圣道 一百 侠满难得且真且息 借迁借令 致利利他 法随法行 为正涅槃 勤机之良 一百 侠满难得也许 得日reat音机 感谢观看